好 看到呢 在上周台联 前立委许中信里面上发文说 亲身见证了见证时代台大 列奥贝亚根据促转会的 档案讯息回溯说 民进党有两位的黄姓政要 一位在中部 一位在南部 而这事件爆发之后呢 看到中部的黄姓政要就立委黄国书 认错辞职 但另一位是谁呢 现在网路上有爆料让台南市长 黄伟哲有点难受 内容就说了好 这两位呢 都当过列奥贝亚当中编号 A143 是一名农推系的学生 影射的就是黄伟哲 不过呢 就这么巧 黄伟哲没多久可以看到 出现了身体的状况 胸闷住院检查 请假两天还报受了6公斤 跟议会来请假 17号他终于露脸了 但是他否认这样的传闻 并且强调说 已经向警局来报案 他要提高 台南市长黄伟哲视察 大卖场物价周日胸闷 紧急住院两天后 终于露面报平安 礼拜天这个早上跑完行程 要准备去搭高铁的时候 突然觉得很胸闷胸痛 医生是嘱咐我们多留下来多检查 身体出状况引发关注 黄伟哲说检查后 只有些微心律不整 但出院后立刻脸书PO文 说有境外账号在社群论坛 以不实谣言攻击 黄伟哲已经向警局备案 在那段时间 你凭一个所谓的特务机关 或者是情事机关 他的一个记录 然后就说某人是某人 第一个对运动不公平 第二个学生之间 本身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卖 不满被影射是廖北亚 指的就是PTT上这篇 有人贴出许中信脸书文章 根据促转会讯息 民进党有两位黄姓政要 一位在中部 一位在南部 两人在大学期间都当过廖北亚 其中别号A143的农推系学生 经常联系主动提供情报 爆料者说促转会资料 把间隙摘要写得清清楚楚 想问A143是否等于黄伟哲 要跟各位报告 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所谓的A143 第一个A143代表的是什么 第二个它背后的所谓的科系 是真的吗 市长住院时机点敏感 湘明酸被爆料就立刻生病 想用身体不适的新闻来压爆料 内奸谣言满天飞 黄伟哲又报案提告 捍卫清白 记得赖冠章谈谈报道 马上要登场的 还有四项公投 蓝绿对决 但是呢 看到在新北市议会 怎么蓝绿大和解了吗 这两位 首先看到女主角的部分 是已婚的新北市议员 何淑峰 还被称为是小辣椒 现在被拍到呢 在他身边这位男主角 就是国民党籍的议员周胜浩 两个人在地下停车场 刚刚你看到了牵手放闪 还有捏脸 看起来是十分的甜蜜 不过周胜考还被拍到 和另外一名女性有人 到摩铁三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大家是看了乌萨萨 不过在稍早 现在周胜考 他也发出了声明 好你看到 新北市国民党籍的议员周胜考 现在针对战略报道 他说 他跟何淑峰议员 在议会共事5届20多年同仁 18年前跟阿罗哈的董事长 陈瑞玲等等几位共同朋友 他们是结拜兄妹 所以两个人是兄妹情 那在第二个部分的话 媒体报道载着一名女子 到了汽车旅馆 他说事实上 是花莲的朋友北上 拜托他帮忙来带定防疫旅馆 因为现在很多饭店 变成了防疫旅馆 帮忙带定饭店 所以呢他才会改定汽车旅馆 当天拍到的就是 他载着朋友要来送餐 那最后他也说了 这样的报道内容是私人的领域 不需要浪费大家的资源 但是不时的报道 他会保留法律追溯权 富人在停车场迟迟等待 终于等到男子现身 富人热情 送前亲密的捏脸 男子则是搂住女方的腰 南方正是新北市议员周胜考 女方则是遗婚的议员何淑峰 两人一来一律 却在停车场亲密优惠 周胜考看私下无人 甚至霸气拉起何淑峰的手 揽入怀中 14号晚上6点 两人再度被拍到开车 直奔淡水河畔餐厅 只见何淑峰化身 小女人依偎在周胜考旁 还贴心将食物切块分食 实际求证周胜考 她澄清指示干妹妹 18年前 陪拜兄妹的关系 兄妹平常就是挑逗 她闹闹闹应该会吧 但过去几个礼拜 两人就有6天被拍到快乐游车盒 而且每次相聚都超过一小时 其实周胜考另一边也没闲着 10月21号晚上6点多 一名长群女子 趁着散快步坐上车 周胜考先去买了晚餐 接着一路狂飙到摩铁 三人之间 凑综复杂的关系 让人物理看花 实际来到周胜考 位于板桥的服务处 她正在开会 面对记者询问 语气透露不悦 女主长何淑峰和新庄地主老公 结婚多年关系融洽 这次被爆出和男议员大搞牵手亲 目前电话的未接服务处 也表示暂不回应 只是蓝绿公投对决在即 新北议会却提早上演 另类蓝绿和解 耐人寻味 记者新北众文报导